如何客观评价孙策 老规矩先看统兵经济制衡三个维度 先看统兵孙策是上等 纵观整个汉墨三国能快速击败各方势力吞并大片领土的只有两个统帅 一个是夏侯渊一个是孙策 夏侯渊一口气击败了韩岁马超信国帝王百相帝王贫汉王宋建 孙策是一口气击败了刘瑶许贡也百虎王朗 当然他们背后的奶妈忠瑶元素也不能忽略 但从统帅这个维度来看他们确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击败了最多势力 再看经济维度孙策196年占领江东大部分领土200年遇刺 在四年的时间里孙策对江东经济并没有贡献 相反他在打压江东氏族掠夺江东氏族判定孙策经济维度为下等 再看制衡孙策带领怀氏派侵伐系进入江东 按道理所有的外来主公都要处理和本地势力的关系 就好比曹操要处理豫州人和衍州人的关系 吕布要处理衍州人和徐州人的关系 袁绍要处理豫州人和济州人的关系 孙策要处理怀斯人与江东人的关系 由于处理的不当 孙策被本地人杀了 吕布被本地人坑死 曹操差点被本地人坑死 孙策死与制衡问题为下等 我们站在各种人的角度看一下孙策 站在江东氏族的角度 孙策是侵略者是国贼 在荆州氏族的眼中孙策也是侵略者 你爸孙策来打荆州死了 你又来打是侵略 刘表是曹擎芬的荆州幕 你孙策是啥 是杨州幕吗 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国贼 在中原氏族的眼中 孙策属于反复无常的边疆人 董卓 李觉 吕布 张秀 宫生战 刘备 孙策 孙权 孙权 这些 都是反复无常的边疆人 在山越人眼里 孙策还是侵略者 我们山越人生活在 宛南 苏南 浙江 福建 和你孙策井水不犯河水 你主动跑过来侵略我们 为了震慑山越 还屠城和曹操一样 屠了东野 就是今天的福州 在原树旧部的眼里 孙策是盟友 比如刘勋 他认为孙策是自己人 结果孙策坑了他 剖析他 孙策拿下城池 俘虏了大小桥 全世界都把你当反贼 只有我把你当盟友 结果你还坑我 所以孙策的口碑咋整吧 其实最关键的点 是孙策不符合 三户法和费史立木的规则 费史立木规则 只有京城重城 和皇亲国戚 可以当周末 三户法规定 本地周末不能是本地人 孙策一者是本地人 二者不是朝廷重臣 三者不是皇亲国戚 四者他打的是皇亲国戚 刘谣刘表 所以在当事所有人的眼中 孙策成为江东之主 是不合法的 是彪彪准准 不折不扣的国贼 然后在江东士族 陆逊家族的眼中 孙策是害死我陆家 一半族人的恶魔 那孙策面对这种局面 他怎么处理呢 他选择杀 谁反对我 我杀谁 谁粉丝比我多 我杀谁 以至于孙策的妈 吴夫人要跳紧 他认为孙家和江东士族 这样搞下去 孙家未来 必定会被江东士族 彻底干掉 你孙策才几个人 怀寺军团也就几万人 江东有百万之众 这和蜀汉的东州派还不一样 东州派有几十万难民 不怕你一周的几十万人 所以吴夫人的判定是孙家完了 结果果然 江东人暗杀孙策 孙策临死前也想过 如果在江东待不住 孙家军就回到怀寺 所以孙家面临的问题很危急 而且一开始定的接班人 是孙策的三弟孙毅 孙毅的性格就是个小孙策 孙策意识到不行 如果孙毅接班只会重蹈覆辙 整个孙家军就会毁灭在江东 孙策改变了 让孙权接班 认为孙权怀柔的性格 能制衡好与江东氏族的关系 我们受演绎的影响 认为孙策不死能一统天下 认为孙策是王者 孙权是垃圾 其实孙权才是合格的主攻 如果孙策没死 整个孙家军会一起毁灭在江东 而且受演绎的影响 我们认为孙策留给孙权的是一个好基业 孙权接班就能坐享其成就行了 事实上这是个烫手的山芋 是个烂摊子 宗室外戚 怀寺江东 还有以太子词为首的刘瑶旧部 派系关系错综复杂 孙策把自己搞不定的制衡问题 留给了孙权 孙权为了活命 被迫处理制衡 一旦失衡自己小命不保 一路制衡 最终练成了制衡天花板 孙策当主攻的时间较少 在194年到197年 这三年 孙策只是元树麾下的统帅 就像关羽只是刘备麾下的统帅 关羽站在荆州 那荆州不是关羽的 是刘备的 孙策197年前站在江东 江东不是孙策的 是元树的 从197年元树称帝到200年 孙策死 孙策正儿八经自己当主攻 只当了三年 是大家熟悉的军阀里面 当主攻时间最短的 他还没有学会怎么当主攻呢 就死了 所以拿孙策当主攻的经验 和曹少刘备孙权比 是极为不公平的 有人说了 那孙坚有几年的主攻经验呀 一年都没有 孙坚长沙起兵后 就投靠了元树 他只是元树手下的统帅 不是一个独立的势力 完全没有自己当过主攻 是一个独立的势力 是一个独立的势力